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巴嘚。 之前武汉出世的时候,芳芳有一句话,写的挺好, 叫时代的伊丽莎落在每个人头上,都是一座山。 在现在的中国社会,你是真不知道每天都会遇到什么邪门的事。 就比如说北京有一家民营医院叫长丰,周二的时候, 有一队施工人员拎着油漆,大摇大摆的走进了住院部,开始热火朝天的施工。 不知道是不是在撕拉电线,一路火花带闪电后,直接把整个楼道都炸了, 熊熊大火配合着滚滚浓烟,逼得不少人直接跳了窗户。 如果说都是手脚利索的,可能也能争取一线生机, 但是坏就坏在,这住院部五楼以上,基本都是老人和钢手术完的, 还有一部分处于临终关怀阶段,根本就动不了,这下好,彻底给送走了。 你说出了这么大事儿,你得赶紧通知家属吧? 不,中国政府想的第一件事儿是控制舆论,所以中午刚事发的时候, 网上但凡传出有关消息和视频的一律禁言封号,就这么摁了9个小时, 直到晚上9点才开始报道相关消息,而且基本都是重复政府让说的统一通报内容。 而很多家属要不是看到新闻啊,都不知道医院出事儿了。 更可气的是,就连境外势力的报道都比中国媒体的早了好几个小时, 你就说中国这帮从业者还要脸嘛。 而更神奇的事儿还在后面,得到消息后,无数亲属第一时间冲向了长风, 但是得到了院方的粗暴对待,不仅没有名单,而且都是无名士, 所以不知道谁成了孤魂野鬼,你要想找,把自己名留下,回头会有人联系你的。 嘿,这一幕熟不熟悉,解决不了问题,还解决不了出问题的人嘛。 面对在场的十多位黑皮狗,这帮家属是又气又恨, 但是你但凡质问工作人员,对方就警告你要冷静, 就跟当时无数人打算用窗帘滑下楼的时候似的,救火的没看见, 倒有一架无人机在大喇叭广播,请保持冷静,等待救援,你说说放你你能冷静的了吗。 这谎话愣是编了一个晚上,才最终确认下来有多少人出了事儿, 29名算是重大案件二级,就这个也是假数据, 毕竟再往上走一级,北京市老习的狗腿子们全得撸下去。 所以还有很多人压根找不到人间蒸发了的家属,现在就看这锅怎么甩出去了。 毕竟这事儿你说院方有责任是没错,但是北京政府你也脱不了干系。 要知道,二月份的时候,长丰刚开完所谓的火灾防控工作动员会, 形式主义的什么灭火器、维修检查、保证消防器械设备完好,那都挑了钩。 而且你北京消防部门也是去视察给批准了的, 现在这篇所谓的防风险保平安的文章已经被删除了,但是互联网的记忆还在。 面对群众铺天盖地的唾沫,北京封台的新闻发布会开的异常谨慎, 上来官老爷们罕见的先是低头默挨了三分钟。 随后人家表示,群众们放心,此次案件的罪魁祸首、长丰的院长等12名负责人, 已经被我们拘捕了,后头一定重叛他们,让大家把气出了。 而随后更多关于长丰的细节开始披露,就比如什么聘用三甲医院的大夫给自己塑造专业形象, 在全国各地以收购、托管等方式一边治疗一边做研究,把自己打造成了所谓医疗集团, 看上去呢很令人信服。你要说他不专业吧,人家有国家发布的非公立医疗机构认证书, 而且还是评价不错的优质企业。 不仅如此,人家还在新三板上市,号称是行业翘楚,可你要说他专业,确实也没良心。 毕竟这个所谓的国家机构不过是个收保护费的角色,而上市也不过是为了帮官老爷圈钱的。 可问题是这一切,消费者怎么会知道呢? 监管的时候从来不到位,等到甩锅的时候责任分的很轻。 而压迫媒体集体禁言,把网上质疑的声音都删除,看来政府也知道自己没有表现的那么无辜。 而早在4月初的时候咱就说过,这个月份不太平,这世间阴气重阳气弱, 结果后来又是张家界的事儿,又是天津十连跳,还有大大小小不少的灾情。 年轻不好,社会压力又大,所以你是真不知道身边人什么时候会崩。 这不,山东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,蹲在校门口外伤了7个人,警情通报都出来了, 但是压根没人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,只留下不明真相的老铁感叹, 现在的社会是怎么了,力气越来越重。 上海市工程设计院,一位申请了30多项专利的博士, 去年12月被上海市政三院要求长期加班期间突然没了, 而他的老父亲也因为悲伤随他而去,就剩了一位母亲, 天天带着照片在市政府门口讨说法。 而四个多月过去了,市政院不理不睬,拒绝承认延误,也不算工伤, 就说是你儿子身体不好,赔偿一百万算是体恤你,你赶紧走。 人命在国家面前算得了什么呢?老毛那个年代就有过名言,牺牲越多越光荣。 可对于家庭和亲人来说,谁不是家里日思夜盼的心头肉? 内卷到中国这个程度,能失去的就剩拴在脚上的链子了,你说又不是金的,何必这么宝贝呢? 而对于权力来说,向来是你退一步,他进一仗。 被百姓名不平者聊聊,为虎作娼的倒是不少。 就比如说,南京市的凌晨,有数位交警在隧道里查酒驾, 而但凡学过交规的都知道,隧道里是不允许停车的,因为路窄,视线不好。 而选这么个地儿,也跟节道的原理相同,毕竟前后一睹,你跑不掉。 但是这帮人没想到啊,凌晨一个跑滴滴的哥们儿没看见,直接飞出去好几个, 本身想要钱,这回好,命也得赔上。 世道多奸,百姓的日子哪怕国家统计局也编不出美好。 这不,新一季度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炉,三个月合计一万多, 合着一个人一个月三千块,就这还有实质性增长。 就这为数不多的钱啊,还要应付不断上涨的物价,和越来越追不上的人性需求。 不断下降的购买力,越过越没意思的人生,甭管大国情怀如何空转,那跟普通人有关系嘛。 而之前说中国缺钱了,很多人不信,这回空间站的事儿算是摊牌表明。 中国和阿联酋突然搞航天合作,恨不得把整个空间站都涂绿了。 小粉红不理解啊,说咱们不是国际自信嘛,自己研究出来的为什么还烧个外国人。 后来才知道,人家给了300亿美金的赞助费,一下子就成了懂航天的祖宗。 事实证明老祖宗的话,有钱能使墨推轨一点不假,什么爱国啊,不过是好面的,说爱钱不好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